一家传统老饼店的爸爸突然心机梗塞过世了 这时候原本学管理的大儿子只好接下担子 只是呢他却经营到负债 后来弟弟决定跳下来 从学做饼开始来挺哥哥 这两兄弟一路努力一起学习 从一开始被骂失败家子 到后来挺过难关 甚至做出更好的成绩 传统的绿豆碰就是比较 算是比较干然后比较粉一点 我们的绿豆碰是比较湿润比较Q的 用新鲜绿豆好的奶油和糖 还有不怕麻烦的心 八十几年的老饼店 当年是靠着真材实料的绿豆碰站稳脚步的 也成了许多高雄人的记忆 传统的绿豆碰台湾用的是猪油 我们用的是奶油 我们但原则上都一定用红土或盐水下去腌 那一般要腌制大概28天 身为第三代负责人 洪世锋从小就深刻体会 长辈做生意的辛苦 中秋节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看到妈妈突然趴在楼梯上 我们以为怎么了 就是太累睡着了 和许多不想接班的小孩一样 过去的洪世锋也逃了 他爱念书一路读到气管博士 一心想当学者 直到二十多年前 爸爸突然心机梗塞离开 一家人都乱了套 不只是我们家族的人 我很多的老员工也都是哭得很惨 所以我心里面也会想说 那还是得有人担这件事情 那时老店阵敌不过消费市场改变 业绩下滑的厉害 洪世锋接手后想办法挽救 把饼店分区改成法国餐厅 想另找出路 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没赚到钱还负债好几千万 爸爸的好友气到动了手 那他的那句话就是用台语骂我 就是你这个败家子 那一拳下来 我就看到那个牙齿飞出去 那那种感觉 但我没有怎么样 我就是谢谢那个长辈 然后我就走了 虽然那时候走是很 很 也不是难过 算屈辱 然后就是自己有志不能生的那种感觉 什么是兄弟 就在最困难的时刻 弟弟决定丢下热爱的音乐事业 回来陪哥哥一起抗负债 你现在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 去躺 就是去这个浑水就对了 他不是把钱拿去 持核表毒 他全都是运用在我们的事业上面 那做生意我也知道 一定会有好有坏嘛 对那只是可能他的运气不好 我是觉得说他 他其实是很有想法 只是他的脚步 可能比别人更前面 当年宏启元跟所有员工一样 七点半准时上班打卡 领一万多的薪水 扫地拖地做饼 一切从头开始学 做这些什么东西 你都讲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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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事情不要这么热 就是做事情不要这么粗鲁 师父也是就当着念骂我 这也是家人跟他讲的说 不要因为我是小老板 就特别对我客气 特别该骂就要骂 弟弟跟着老师傅学制作 哥哥负责营运筹资金 兄弟俩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一直跟他 有一个就是想法 哪边跌倒哪边站起来 我们把这个工厂转回来 就是我们一定要 中一天我们要再爬起来 把这个工厂转回来 但挑战接踵而来 一位新手在制作绿豆碰的时候 忘了放糖 为了品质 兄弟俩商量后 做了一个决定 这么多很多 不是说一点点 那中秋好几车啊 那丢我心里就不平坦了 我就说 怎么那么特贼 为什么都要丢 这一丢就是两千颗 几十万的亏损 老师傅舍不得 心疼地直骂浪费 但洪世丰永远也忘不了 当年打下丙店江山的阿嬷 说过的话 出了刚刚那句话之后 他就说你做生意要做 你自己睡得着 即便在我最辛苦的时候 他还是要这样讲 那次的冲突 让老店守住品质 也让洪世丰看到问题 他把老师傅的经验 建立完整的SOP 减少出错机会 而几番磨合 也扭转老员工的观念 从那一天开始 到现在 我们说品质最重要这件事情 在工厂里面 就没有人怀疑 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高雄人 可以抬得起头的品牌 那当你想清楚 这个方向之后 就是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其实很清楚 直到现在快八十岁的老师傅 每天还兢兢业业的忙碌 我来的时候 他爸爸都还没结婚 对啊 快八十了 对啊 那公司都不会嫌我老 我该客历也嫌你老 像一家人这样子啦 但挽救老店迫在眉睫 洪世丰做功课 借进国外案例 说服当时还是董事长的大伯 停掉卖了五十年的面包 老饼店还是得转型 长辈那个时代有所谓的 我们的拿破仑派蛋糕 它就是酥皮跟奶油 跟蛋糕跟杏仁片的结合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导入迷越 转型需要资金 但那时洪世丰已经不好意思 在跟长辈开口筹钱 其实你想的是 明明是对这个品牌好 但是他们会误解为 你其实是好大喜功 或者是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 那当然你会很难过 那段日子其实很苦 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没着落 最后还是太太卖掉金事 拿出周转金 也有同事问我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 就一定会成功吗 我说不一定啊 就是我努力了 而且我确定这样做是没有 我是可以对得起主上的 那成功失败 说实话真的不能想那么多 配方升级之后的明月蛋糕 再搭配大量引进的包装人才 许多尝试都走在同业前面 也让老店在伴手礼市场 展露头角 所以我们在包装上 甚至在卸卡上 还有服务上面 我们花的资源跟功夫 都不输蛋糕 生意渐渐有起色 兄弟俩忙得脚不沾地 他们努力开发新产品 像是改良成长条状的 芋头蛋糕 就是满满的真实物滋味 它芋香跟鲜奶香 跟蛋糕的香味 三个是同时在你嘴巴并开的 那因为你里面看到的芋头 我们一般认为都是芋泥 我们是芋泥还有芋碱 光是前置的蒸煮芋头 再拌入奶油和糖 制作成芋头馅 就费工耗食 之后还要经过好几道工序 才能成就这一斤重的 蒸芋头蛋糕 蛋糕体然后芋泥芋头块 那就一层这样 所以这样堆叠下来 将近有六七层 不过芋头娇贵 离开冰箱一小时就容易酸败 眼看生意越来越好 哥哥看得远 建议盖个低温工作室 确保制作品质 个性保守的弟弟一听 当下就投反对票 如果他是油门 我就是刹车 因为他每次想做什么事情 都会被我吐槽 都要钱拿来 要有钱我也想 谁不想 没钱 前车之鉴 让投资这件事 在兄弟之间变得格外敏感 哥哥也不再坚持 决定放慢脚步 改革之前要先争取认同 兄弟共治 你本来就不能有一方硬干 所有的家族会闹翻 就是两个有一个硬干 他觉得这样很对 然后他不管另外一个 成功也就罢了 如果你失败呢 不过后来真的来了笔超大订单 一个通路商订了上万条芋头蛋糕 果然在运送过程中 部分蛋糕产生了质变 那就是赔了大概一两百万 大概就是那一年赚的 全部都吐回去了 对 那可是 你自己会更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跟 我们这一代有一个 大家共同的认知 就是品牌的声望 比获利更重要 现在这间专门为芋头蛋糕 新建的低温工作室 是用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 因为你省了这个工 省了这份程序 结果你后来付出的一些成本 付出的一些时间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确保了品质和口感 也让这芋头蛋糕 越来越火红 不但在比赛中得奖 还成了人气伴手礼 从一天几十条 到现在上千条的好成绩 像我哥哥他会讲比较远 那就是我学习的 变成我的可能 我的视野比较没有那么远 造成我之后的一些教训 这让弟弟更加重视品管 每天15分钟的快闪开会 检讨抓错 是十几年坚守下来的日常 风扇是装干嘛 风扇装的就是要让 让那个早气排出去 结果你们不开开门 这样是不对的 应该是门关起来 开那个风扇 上一代的务实勤劳 给了最好的榜样 兄弟俩一文一武 称起家族兴衰 小时候啊 小时候因为我们同一个房间 那他就喜欢读书嘛 如果我要睡觉的时候 他可能读书会吵到我 我就会 我就会生气 枕头就会丢过去啊 后来我就去住阿嬷房间 打不赢之后 让啊不然怎么办 就会有难的 难免还是会意见不同 但做哥哥的没忘记 当时最困难的时候 弟弟毫不犹豫对他伸出了援手 我那时候有北上去跟他周转 或者是支援 我本来以为可能他被栓 栓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没想到他就说好啊 你说会去抱怨吗 去怨哥哥吗 其实我心里面是不会的 因为我觉得双手自己赚的才是真的 终于在几年前两人还清债务 做出比上一代更亮眼的成绩 踏实地在压力中学习成长 因为我很感谢命运 就是让我在年轻的时候 遇到失败或挫折 我的牙齿到现在还是都不太想补 我觉得那是给自己一个印记 就是你的人生是有这一段的 兄弟俩各自努力 面对错误做好每块糕饼 他们用真诚守住上一代的心血 也让老品牌走出不同的路 曾经的失败跟挫折 都可能成为未来的养分 广告之后带领看了这个社工 也是这样来面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压力 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也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地方 那重点是这里有人爱你 你要记得即便你没有在这里 我们对你的爱没有改变 因为我们是真心诚意